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老師 今天要繼續天際節沉默之專者的遊戲 那接下來是第20...25目吧 應該是25目 25目 樹密 那喜歡我們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跟Twitch還有FB 好 那我們開始吧 哇 好巨大的岩橋啊 自從過了天劍法陣之後 所見的錦字與之前又字不同 等等 莫非以前這深不見底的黑霧之海 就是那分隔萬物生死兩界的幻海 是的 此地就是幽都四海之一的幻海 也是四海之中最而廣大的 月光那層隆物就是生人所不可洩淨的死界 注意在幻海鎮中的是 支撐地界的支柱環神九三 也就是幽都諸名所居之處 山花茗園 棄刃炎窟等各地 皆為繞著他 原來如此 這岩橋是通往山花茗園唯一之道 根據古籍的記載 萬元源頭的龍岩之海 吃炎炎就位在那裡 那我們快走吧 別讓前輩在吃炎炎等得不耐煩的 風姑娘 等等 好燙 頭好燙 頭好燙 第二十五目 宿命 風姑娘 你怎麼了 不要 有什麼像是要鑽進我的頭裡 裡面 風姑娘 你不要緊吧 燕公子小心 風姑娘的身上 會 繞著很強的邀氣 什麼 師父 是你嗎 這是怎麼回事 鈴三前輩應該已經先是了 莫非是凝聖前輩的鬼魂 不 這是邪派的幻形幻法 和以前韓國莎幻增成芳雲 的幻術如出一策 裴英宗以為 這八成是嗜血自以為壯的 乖孩兒 師父來接你的 來 過來師父身邊 讓我好好瞧瞧你 師父我 我追得過去 瘋姑娘不要去 那不是凝聖前輩 師父我好想你 瘋姑娘 月兒你醒醒啊 乖孩兒來得好 哈哈哈 朱瑟 原來是你 你想這月兒怎麼樣 哼哼哼 這姑娘對我們另有用處 我先借她一用了 來日 再新奉還 哈哈哈 等等 月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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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惡 看來對方再次早有佈置 接走瘋姑娘乃是羽毛 可是他們為何要接走瘋姑娘 這個 就讓本作來解釋吧 爹 是你 把月兒還我 平啊 看來你對那小姑娘 頗有情意 你放心 我只是借她一用 這個媳婦 你挑得不錯 我會盡力保證她寸法無上的 我 我不相信 你 你到底想對她怎樣 既然你這麼不放心 本作就告訴你原因好了 那姑娘的身上 留有妖魔的血脈 具有吸引血靈妖力平身智能 你們回破魂金之時 放出了持有天魂 並非回到天地之間 而是直接平復在她身上 天魂不會錯 就算真是如此 那又與她何干 要讓持有真正復活 天地雙魂 望塑兩腳缺一不可 既然天魂在這姑娘體內 那就得將她逼出來 由於分魂之法 極為耗勢費力 須得另密 何四場合 所以 先向你借她一用 劍血 你應該知道 分魂之法 即是艱難 唐瑞一由失散 勢必圍擊瘋棍人的性命 哼哼哼哼 偉誠大事 犧牲本就在所難免 這個姑娘根骨水甲 但若她熬不過這一關 乃至她注定與平而無緣 無須難過 遣世邪騎士之輩 到處射下陰毒的法陣 用了無辜百姓 和月的性命 來換取持有的復活 你也知道 魔神持有復活之後 今世斷成焦土怨獄 但你一點也不在乎 人命在你眼中 算什麼 我 我不認你這樣的父親 復活持有 是本座策劃多年的打擊 肝膽妨礙的全部得死 平而 本座是看在你的份上 才讓你們活到現在 不過 就到此為止了 我這爹 你認也好 不認也好 但別以為本座捨不得殺你 你死了之後 畢竟會在靈鳥師轉身為魔人 本座只是不願父子相長 你明白嗎 若你再這樣 一一孤行下去 還有別無他圖 也只有冒 武力不孝之名 在戰場上一死相見罷了 哼 一死相見 這也由得你 不過 此刻本座無暇和你糾纏 先試試你們過不過了這橋吧 平而 有機會 咱們下回見了 爹 等等 封公子 先擔心瘋姑娘也沒用 還是盡心承氣 先過眼前的難關再說吧 嗯 我明白 來 嚴老弟 大起精神來 正宅這些兔仔之後 咱們再一起去救瘋姑娘 這關基本上沒什麼劇情啊 都是打敵人就對了 下一關的劇情就很多了 下一關 下一關是跟劍聖 要拿九一天真之剪了 期待 期待 嗯 其他人要動嗎 我想想 好 不用 不動 就這樣 要蓄氣 蓄氣好了 就這些魔物就想阻止我們 見險當老鬼 未免也太小看人了 從那見證之中 傳染強烈的妖氣看來 事情不會這麼簡單就完的 我們還是盡速離開得比較好 好 知道了 所以那個鬼虎要怎麼打啊 是物理攻擊打不通啊 快點 那我用 上官員戳 大大汗 欸真的 打不動欸 唉 唉 我忘記一下怎麼打這種的 這種敵人的 防禦600 交給你了 小歐威 這種敵人是交給你了 啊,是吧 哼 小意思 不要有敵人,我們就把他包圍住 瘋魂鬼刃 這是給... 仙雲超裝備的嗎?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好像不是,不是給仙雲超的 風寒月的哦 好,但是留著 這一關會有 一個大眼球的妖怪 有嗎? 是嗎? 我記得這邊就是小怪物啊 好 好,閃四十二 嗯 這個位置真的是很差 OK 六二 六一 好 好 OK,就這樣 完美 零龍珠 想一下哦 等一下出現敵人是什麼 煙燒跟驚煞鬼 神奇了,日輪神劍 好,我學到了 現在可以學到日輪神劍哦 好,給大家... 等一下給大家看一下吧 好 零龍快到了 等一下下火翼往前走 不要在哪裡 太危險了 日輪神劍的樣子好了 我天降臨 啊,血到了這招 帥 好 好 那現在換下火翼... 呃... 仙女超表演的啊 蛤 很簡單嘛 很簡單嘛 好無難度啊 各位,這個...沒有難度啊 小意思啊 怎麼會打怎麼會過啊 哇 哇,這上光影檔他才240滴啊 好 神器流轉 哈哈哈哈 早在幼神學到哦 他故意押忆自己的人力,然後 慢慢學...學招式 呵呵 好 要想一下哦 炎消是不是要先把他打掉啊 這樣打得到嗎 可是這樣好像打不死哦 我相信 試試看好了 好 麻痹,太好了 沒打死應該也沒關係 有麻痹到 因為後面有2隻 正因走過去 除非啦 除非他法術打我 哦,有點危險耶 正因如果走過去就蠻危險的 正因如果走過去就蠻危險的 看一下 他的位置 都會打到上光源 嗯... 欸,這很危險啊 那之後硬件沒去扛了 要弄日文神劍了嗎 算了先不要,不要浪費氣力 正因先蓄氣 去...去起好了 欸,啊對齁 我還有一點沒腦沒動 那我在省什麼 最近看我宣傳手遊 又跑回去回憶一下 天津手遊出了 應該會滿多人去玩的吧 OK 哦,快打完了 好 今天應該可以死一點 把劍身那關給打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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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這隻鬼火幹掉吧 他那個位置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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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左邊應該不會有敵人這出現 右邊好像在出現一次 然後就結束了 哦,這樣就打到 好 我們先把左邊的跑路都拿到 那我們再把右邊的敵人解決 這關就結束了 看一下喔 好 先給美濃幫忙補好了 神器流轉 電王大官員印象最深的時候是介紹當年的美少螢幕工廠 我完全沒什麼印象 說實話 我只知道有這個節目而已 有一個 63 偉形 偉形 偉形就是那個 十八年級的遊戲 是偉形喔 偉形不是有出1.23嗎 出三代嗎 我印象中是出三代 木人介紹還有朋友嗎 又有四等 OK 因為我的印象啊 那時候高中 欸 國中吧 國中好像同學在講 那我就去看一下偽星到底是幹嘛的 好 原來是一個十八禁遊戲啊 呵呵 六十四 六十四 二十五 好 OK 好 看他打誰 好 我把音樂換回來了 你等一下進劇情了 突然換這個音樂大家是不是很不習慣 不習慣的音樂 好啦 給夏侯儀收 夏侯儀收割好了 有嗎 夏侯儀練得還蠻快的齁 好 也是給三公元好了 好 總算可以歇一口氣了 大家趁這個空檔就叫風姑娘吧 不 目前我們並不清楚風姑娘真的在下落 我以為我們應先前往赤金淵 或者九月天真之見 方有勝算 那麼 就有老子風姑娘 為我們帶路吧 嗯 大家隨我來 好 就這樣 好 我先做個結尾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我訂閱按鈕跟鈴鐺 藉由追蹤IG跟FB 那謝謝大家 這集我的收看 掰掰